邱克爾旗第六座首批單位的燒程 秉承了幾個月前第八座暢和的燒程 我們推出120伙 售出112伙 即是超過93% 現場所見 我們有見到不少向漁客 所以我們已經加推了94伙的單位 這部單位設施的均價是15127 如果大家細心看看 其實部份單位輕微加價1%左右 我為了交給陳先生交代 昨天我們的客源和新價單的資料 我們先講講新價單 新價單是六部價單 包括了94伙 當中有46伙是兩磅 48伙是三磅 還要是首次推出第六座的Dock單位和J單位 這兩個分別是一個480呎的兩磅 和一個680呎的三磅 和開房公式廚房設計的單位 其實很多客人在樓時 希望我們還快出這個單位 所以我們這次是首次推出 相信接下來的表情都會繼續遲熱 至於之前我們有推出兩張價單 4號和5號價單 我們有部份單位是這次沒有推出 製作片 當中有13號都調升了價錢 是1%的 至於昨天我們賣樓的情況都交代一下 今天先是A組 A組單位我們先是大售 即是大三房 即是大三房 或者是買兩間的單位 我們其實三房的交情都非常相似 尤其是特別是F和G單位的大三房 很迅速已經是孤稱 至於大售客 其實總共有買兩間 買兩間單位的客人有三組 最大首額是連續買了兩間三房單位 分別是780呎和880呎的單位 斥資超過2100萬 另外我們也統計過昨天買家 選擇款方法的比例 佔了超過三分二的買家 選擇有10天的成交款方法 可想而知 客人很希望儘快入住 或者儘快將物業出眾 看到住的需求 非常之恩切 我們特別看到 客人很想快點入住 另外 如果區分來說 我們看到 元朗區佔了大概五成半 另外 新界的其他區分佔三成半 九龍家說到大概是10%的比例 都非常平均的 港九新界 各有捧場和客人 至於接下來 我們會繼續收票 現場我們也同時間 開放多些示範單位 特別是我們新區的兩處 我們都會開放 以盡買家去參觀 讓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的質素 盡快可以決定入票 還有下星期 我們很大機會 盡快會出消息文化 作第二輪的消息 請問一下 換作有機會再加到大門的貨幣 我們再看看這數 再決定 請問一下 連續五月計算 月整個月購入多少貨幣 我們現在已經超過五百多貨幣 因為上一期我們是四百二十三貨幣 上一期是第八座已經公共 第八座我們上次購入四百二十三貨幣 昨天我們再增添一百二十貨幣 已經超過五百貨幣 是超過五十幾個貨幣 有的 有的 接近 這個是不需要接近 有很多貨幣 還有其他人 有想問 不用再簽 有很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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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了票會有些公佈 大家都有留意到幾日之前 主要銀行提供一個低定式的案件 我個人個人覺得有幾個利好的含意 第一就是 現在看到銀行都是積極爭取案件 他們都有信心 樓市可以健康和平穩地發展 這個對後市有一個提振的作用 第二 我看到銀行的舉動 我相信 他們都會 相信 接下來的減息 速度 可能會更快 但是 那個 幅度 可能會更加大 而且 他們不會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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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辦法 就是給到那些 買家有一個信心 一個認識 還有 現在其實 不少屋苑 我們也有觀察到 今年以來 那個租金升勢 非常強勁 其實不少屋苑 那個 收租的回報 已經是 大約是三厘半至四厘 以我們優克為例 其實我們都差不多 我問那些代理 我們不少那些 租出的單位 是做到五零分尺的 以我們昨天的賣價 其實有四厘息 如果你是定息 它是三厘一 三厘五 即是有一個證據的 我們叫positive carry 這個 我相信 聰明的投資者 都懂得計算 加上其實現在的 存款的歷史 都下調 我相信 未來 更加多人士 會在從整 資產配置 買樓收租 會更加普遍 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